而在议员宣示就职之后 随即展开了正副议长的选举作业 而在议长部分 国民党籍的吴秀华拿下了24票 而副议长则由身为原住民的林崇瀚拿下了24票 两人是顺利连任正副议长 并且表示接下来会秉持超越党派 携手合作的原则 继续来为民服务 台东宣议会完成第20届议员的就职程序后 随即展开了正副议长的选举 30位当选的议员们 陆续来到台前领取选票 依照顺序签选议长及副议长 开票过程中 国民党籍的吴秀华一路领先 最后拿下了24票当选议长 而原住民议员林崇瀚则获得24票当选副议长 接着两人便在监视人议员及现场民众的见证下宣誓就职 事已制成二尊国家法令 尽忠职守报效国家 在第19届的时候 我和饶庆宁县长 首顾创下台东地方制使上 府会首长同为女性的历史记录 很开心这项记录可以连续到第20届 另外本届议会仍然有十位的女性议员同仁 将展现优质女帝的专业问证 让严肃的议会殿堂增添许多温柔问证的力量 我将秉持着超越打派 携手合作的原则 善尽议长职责 主持议事审议程序 维持议会的机关运作 并与同仁们共同来建筑宪政 共同守护幸福新台东 打造阳光新纪元 在移民署署长钟景坤的尖叫下 吴秀华从林东满手中接下隐姓 继续和林从汉行使政副议长职权 带领议会以民意为议规 秉持专业问证及咨询 为台东乡亲再创幸福城市的新纪元 记者 安杰伦 台湘市报道